日本长篇小说 情人 作者 杜边纯一 译者 朱子平 青岛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 内容简介 小说女主人公 片童修子 是位美丽能干的都市白领 却与事业有成的 已婚中年男子原野 始终保持着情人关系 修子独立聪慧 而又善解人意 如此纯粹的爱情 令缘也越来越着迷 终于他决心抛弃家庭 与修子结婚 然而 修子却在此时提出了分手 第一章 短 夜 凌厉的高楼上空 春天的晚霞凝住了似的 但从底下望去一条条线式的天空 还是相当的亮堂 给人一种天色上早 还可出门去什么地方玩一会儿的感觉 然而时间确实是已经傍晚六十了 即使上下班的人流 已经十分热闹 这边是一活活吵闹着找个什么地方 去喝一杯的同事们 那边是一对对年轻的朋友们 更有那些中年的男人们神情严肃 拎着公文包 行色匆匆地奔向地铁车站 人流如潮 行色匆忙 零次至比的高楼大厦 滑灯出上 绚丽多彩的霓虹灯 开始闪烁起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光芒 片铜修子就喜欢赤板马路上 这种暮色中的景色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约上三两只鸡一起晚餐 或者独自漫步街头 欣赏着那些商店大橱创的陈列商品 或者就干脆直接回家 反正都由着自己 这段晚霞映照下的时间 是完全向自己敞开胸怀的 记得小时候 突然会有许多的蛋糕 点心摆在了自己的面前 选哪一个呢 总是十分的犹豫不决 然而有这么多的品种 能让自己挑选 这种自由 却是心里感到十分的满意 当然 蛋糕与时间不能等同而言 然而下班从公司出来 那种犹豫的感觉却是相似的 一种可以自由地支配时间的快感 和一种怎样来支配这段时间的犹豫 往往老是搅和在一起 尤其是这种春天的炸暗 还明的时光 望着那还像白昼式的天空 修子总是茫然无措 可是今天他却没有了往日的那种抽搐 从公司出来走了约三分钟 变到了溜齿 在那里 他仰手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去纪围警街 一瞬间 司机扭着头没有反应过来 确实这段路走过去有些远 左车又太近 正是那种所谓尴尬的距离 终于司机也没说什么 把准了汽车的方向盘 也许是看到修子已经坐进了车里 也许是听到修子去的是一家宾馆 赶到去那里肯定会有生意的 坐在车座上 修子将自己的黑体包放在双膝上 另一只白色的纸袋 放在了边上的座位上 这是一个小小的厚厚的纸袋 里面装着待会儿 送给原野昌平的礼物 昨天下班后 他费了好些心思 才买下的这件礼物 从翅膀一直走到了银座 当他总算找到这件称心的礼物时 天已完全地暗下了 所以说昨天 今天 修子的这段傍晚的时间 都奉献给了原野 车子在全油墨结构组成的 古朴风雅的宾馆旧楼门口停住 这宾馆在面临赤板大街处 已造起了一幢高大气派的现代化新楼 但原野还是喜欢这宾馆旧楼的酒吧与餐厅 修子对他的这种执着也是十分欣赏的 进入旧楼 修子静置去了化妆室 虽说已是迟到了五分钟 但原野是不会为此生气的 化妆室里 修子面对着大镜子 望着自己的脸 修子感到自豪的是那个微微上翘的鼻子 学生时总感到自己这上翘的鼻子 就像沾上了一团糯米糕似的 希望能像外国的女明星似的再见一些 然而到了大学里和进了公司 好多男同学和周围同事都说他这鼻子长得可爱 于是才渐渐地改变了原来的看法 今后修子轻盈直上 高不可攀 我们就更加难以接近了 修子当上了社长秘书 男同事们感到十分的惋惜 实在是由于他的那只上翘的鼻子 平时给人一种温柔和亲热的感觉 有这么个好鼻子 将来老了 也不会像那是魔法的老婆子那样惹人讨厌的 原野也曾经这么恶作剧似的 说过他的鼻子 可反过来说 也许正是对他的一种赞美呢 鼻子暂且不说 年龄已经三十二岁了 修子的双眼角上已经爬上了鱼尾纹 记得最初注意到是已是三年前 他慌慌张张地朝眼角上拼命地涂脂抹粉 却还是掩盖不了 现在虽说还是浅浅的 皱纹却已经有两条了 肌肤也失去了二十岁时的那种光泽弹性 只有这微微上翘的鼻子 还是与年龄无关 显得十分的青春 前些日子 英国总公司来的负责销售的头头 看到修子 曾说他是很可爱 这是对年轻姑娘十分赞美的言语 还有其他公司的先生们 看到他也总是问他 二十五还是二十六了 这当然有一种恭维的意思在里面 但这只网上翘的鼻子 却是确确实实的 是不少人产生了错觉 修子用粉饼 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鼻子与双甲 又涂上一片口红 头发微微地有点波浪 不长不短的 很自然地披在了肩上 临从公司出来时 已经精心化过妆 现在还保持得很好 修子在镜子前 仔细地检查了一遍自己的妆容 才悠然地朝酒吧门里走去 酒吧殿堂深处的座位上 圆野正举着手 在向他招呼 中间深海般的漆黑 两边的一张张桌子上 亮着蜡烛似的小灯 早来了吧 没有 我也才刚到 圆野的公司在八重州口 所以要比修子稍微早些出发 现在就去餐厅 不过先来一杯怎样 剑圆也喝着利酒酒 于是修子也同样要了一杯 今天的打扮真漂亮呀 前些天很狠心 在自由之秋的店里买的 修子上身一件 微长胸口的真似衬衫 腰间一条黑皮带 下身一条灰色的裙子 显得高雅而且美丽 从年轻时 修子就喜欢欧洲典雅风格的服装 看来这也十分迎合圆野的趣味 外面那晚霞真美极了 修子将图中所见到的 高楼林立之间的傍晚景色 向圆野描述着 真想信不接头 悠闲地享受一下呀 你是说在这黑窟窿里喝酒 可惜糟蹋了好时光吧 要是就我们两人 倒还是蛮有情趣的 确实现在的东京 到处都是人与车的嘈杂事件 这里可不会有人来打搅我们的 历久久送来了 两人举杯轻轻地碰了一下 生日恭喜了都这么个岁数了 还说什么恭喜 圆野今天是满四十九岁了 修子也已不是十七岁了 庆祝生日老是用恭喜这种说法 日本的语言也真太贫乏了 那么用什么语言呢 说沉痛悼念怎样 不感到别扭滑稽吗 为了美好的岁月干杯 用这种语言不是更能调节一下心情吗 圆野突然想起什么事的 盯着修子的手 不知道今天能有什么生日礼物呀 当然有啰 我给你带来了 修子拿出那个白纸袋 圆野赶紧伸手去接 不好意思呀 迫不及待地向你索要礼物 我是闲待会儿去餐厅 灯光太亮 圆野说他怕餐厅太亮 其实是怕周围人太杂 堂堂大男人在众人眼前 接受一位女士的礼物 有些不好意思 称不称你心 我没把握 在半明半暗的桌子下 圆野柔软的手打开了白纸袋 修子注意着圆野此时的表情 就像少年打开白宝箱时的感觉 这种乳气未敏的稚气 很难想象 他是一位领导200人企业的社长 太棒了 圆野大大的手掌中 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这是钻石吧 圆形的领带夹中间 像这一颗小小的钻石 并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 太漂亮了 如此礼物 我还是第一次收呢 我说是送给有些年纪的人的 店里的人便提醒我说 钻石太小 老花眼恐怕看不清楚 我还没有老花眼呢 这自然知道 所以才送你这礼物的呀 看到圆野一说 他老花眼便认真 袖子感到十分好笑 圆野已经迫不及待的 在自己的条纹领带上 用那领带夹比试着 OK 今晚就带着这领带夹吃饭了 说着便将原来的领带夹取下 换上了这镶着钻石的领带夹 餐厅在二楼 楼梯是螺旋的 整个餐厅也都是木结构 保持着一种古色古香的 夕阳风格的宁静与坦然 两人找了个临窗的位子坐下 又要了香槟酒 干了一杯 好看不好看 迎着圆野的询问 袖子美丽的笑页 肯定地点了一下头 带一分太俗 小意思太暗 正合适 是啊 再大一些就像黑社会的老大了 可为了找这么合适的礼物 我可花了大心思呢 是啊 很贵吧 这个嘛 你就不用担心咯 修子的公司 是专门经营水晶玻璃器皿的 皇家水晶公司的日本分公司 他担任分公司社长的秘书 因是外资企业又会英语 所以报酬也不低 要比同样的日本公司的女职员 高出一倍 所以日子也就过得比较宽裕 当然 花十万元买一件礼品 对修子来说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但这是送给自己喜欢的人 而且又是一年一度的生日 明年 就要五十了呀 圆也一边喝着汤 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着 那么 明年举行一次更盛大的生日庆祝会 畏畏 修子 你是看我一年年老下去 心里高兴吧 年龄快些大上去 不讨女人的喜欢 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 你是在吃醋了吧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修子与圆也交往是四年前的事 二十八到三十二岁的女人 是最会动摇的时候 她接受了圆也的爱 不得不说是她真心地喜欢上了她 然而 说她是吃醋了 这也不太正确 喜欢是喜欢 可也不想整天将人家强扭在一起 刚才说圆也年龄快些大上去 不讨女人的喜欢 是件好事情 与其说是吃醋 倒不如说是一点小小的讽刺罢了 圆也确实是爱着自己 但有时也会浪点于其他女孩子之间 当然对此 圆也是不会承认的 但从平时的谈话中 能够感觉到的 然而 自己也不想将圆也的一举一动 都盯得死死的 本来男人就是吃着碗里 望着锅里的德行 而且圆也有家庭 自己是知道这一切才与他要好的 所以其他女人怎样 说起来只有让大家感到没趣 虽说与圆也的关系 已经相当密切 可修子心里从一开始 就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的 喜欢是喜欢 可不想介入他与自己以外的生活 只要与他在一起时 两人感到快乐 幸福这就足够了 修子能如此清醒地处理 与圆也的关系 也许是因为又是受他父亲 在外乱长女人的影响 自从懂事起 修子就不常见父亲回家 父亲只是在他想起时 才偶然回家 回家来的父亲 对修子十分慈祥 对母亲确实凶神恶煞 然而到了二十岁 修子对父亲慢慢地有了几分理解 或许是母亲对父亲过分乖巧 过分依赖 才促使父亲在外面寻找寄托 男人与女人并不是整天厮守在一起 才算幸福 男人女人如果没有共同理想 各自没有独立的能力 很难保持男女间的关系 自始至终 四年来 修子与圆也的情人关系 能持续下来 期间也没发生什么大的危机 很大程度是由于修子正确处理了他与圆也关系的缘故 修子的生日 还有些日子吧 圆也突然想起时的说道 是七月十三日吧 修子用叉子 插住一块色拉中的蟹肉 点了点头 记得真劳呀 是巴黎节的前一天 所以不会忘的 去年生日时 修子得到了一只白金 像这一颗大珍珠的戒指 现在这戒指正戴在他的无名之上 渐渐的 我们的年龄差距会越缩越小的 圆也的理论是35岁与20岁的差距很明显 可75岁与60岁就看不出什么差距了 确实随着年龄增大 年龄差距的比率随着缩小 这也是事实 今后我会越来越接近你 安安心心地等着吧 想起来了黄金周有什么打算呀 当间小羊排的正菜上来时 圆也突然向修子问道 5月1日 2日 英国总公司有人来 要去公司上班 其他时间休息 那 3号 4号去乡根住一晚上吧 修子掏出笔记不翻了几下 难得的机会 可我4号不行呀 怎么了 刚才不是说1号 2号有事吗 与人约好 要去红钱赏樱花呢 赏樱花倒是第一次听说 和谁去 校全 安部 安部 还有一些人 修子报出几个大学士同学的名字 安部的家乡在青森 以前曾好几次约我去 这次好不容易定下来的 赏樱花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换个日子也没关系的吗 不行 好不容易约好了的 可是我 黄金周一半不能休息 只有3号至5号 好不容易有些空 在乡根定一间好房间 自由自在地过上一夜 第二天再去玩高尔夫球 你与女友约好去红钱看樱花 有什么趣味 趁早回绝了才是 事到如今 不能回绝了 求你了 原也将头深深低了下去 修子却将脖子扭到了一边 这样突如其来的 我不能违约的 就这么一次 求你还不行吗 可少樱花是两个月之前就约好了的 让我现在突然反悔 有点自私哦 真是个倔强的姑娘 原也深深地叹了口气 修子好像没有听见似的 用刀和叉子吃着盆里的菜 两人交往的最初一年里 往往被原也强行地打乱过自己的不少计划 但是现在 自己感到不行时 便断然地拒绝了 事实已确实如此 当原也提出约会时 自己的安排 有时就会受影响 虽说他来相约也是好意 但修子 也有自己的生活 这并不是说修子怎么傲慢 或者是对其感到讨厌 实在是感到该拒绝时 干脆地拒绝 并不是对原也的爱的不尊重 对于修子来说 原也是他心爱的人 但是他并不想使自己 卷进原也的圈子里 跟着他团团转 黄金周以外的日子 也还能安排得出时间吧 修子以安慰的口气说道 可是原也似乎还是不肯死心 难得有机会 想两个人轻松一下 但是黄金周到处都是人 竟是那些托儿带女的家庭旅游者 修子对节假日去旅游圣地 会撞上很多的家庭旅游者 最是讨厌 这也许是因为 他不习惯于孩子的稀傻和吵闹 或者说看着别人全家团圆 共享天伦之乐的情景 对他这个单身者来说 有些心反意乱的感觉 但是平时有空 也不可能特意跑去乡根呀 五月中旬 我可能安排假期的 修子是社长秘书 所以社长不在公司时 他容易请假 五月中旬 社长要去关西 九州出差一个星期 五月中旬 原野手举葡萄酒杯响着 这时间客人很少 那里会很清静的 原野经营着一家广告公司 因为自己是老板 所以时间也就可以自由地安排 好吧 就照你说的 放到五月中旬吧 我竟考虑自己了 真是对不住哦 最后 修子还不忘不失时机的 向原野赔了个不是 哪里 是我约你在人家后面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原野嘴里谦虚地表示理解 但他心里到底是理解与否 就不得而知了 晚餐后 又喝了少许的白蓝地 端上咖啡时 已是九点钟了 今天 你可是吃得比平时多哦 原野似乎心情好了些 表情柔和地问修子 好久不吃西餐了 感到特别好吃 修子出生在海边的新鲜 要说喜欢还是以鱼 为主的核实 原野也一样是核实的坚定派 可今天的生日 他们却选了正宗的法国菜 差不多了吧 原野看了看表 向招待做了个结账的首饰 谢谢你这么精美的晚餐 今天是原野的生日 本来修子想请客的 但想想 已经送了一份贵重的礼品 不便再为这顿晚餐买单了 两人并肩走下楼来 原野说道 我的车衣打发先回去了 原野与修子约会时 总是打发自己的车子先回去 表面上是公司分明 实际是不想让司机察觉自己的秘密 走到外面 春夜已经降临 夜色分外的迷人 宾馆雪白的墙上 一扇扇明亮的窗户 十分显眼 修子非常喜欢 这旧楼静谧祥和的气氛 他贪婪地欣赏着此时的景色 这时出租车来了 去赖田 先送你 坐进车里 远野征询地看着修子 修子住的公寓 在是田谷不远的赖田 这是五年前 他向自己父亲借了钱买下的 两时一厅 现在看来是买得十分合算的 虽说每月的按揭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可房子的价格比买时要涨得好多 年纪轻轻就有自己的房子 了不起呀 远野总是这么赞美他 可他自己知道 当时并不是预计到这房子会涨价才买的 只是感到既然要在东京工作下去 就想要有一个安稳的地方 远野的家经过赖田顺环县八号朝南 地名叫九之园 如果将赖田 九之园 及他们工作的东京中心三个地方 用线连起来的话 正好是一把扇形 修子曾经从地图上 寻找过九之园的地方 当时感到这三地 正好似三角关系 事实上 修子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远野的妻子 远野的妻子是远野的妻子 自己又是自己 连面都没有见过 所以也谈不上嫉妒或者吃醋什么的 修子觉得 只要自己与远野两人在一起 是感到充实就可以了 有时也会产生些小矛盾 但从与远野认识开始 他自己就这么想的 除此以外 他不想再考虑什么别的事情 车子顺着青山道 朝色谷方向持去 道路两边的商店的大橱窗 也不是透出春夜的风情 眺望着这些街景 远野情不自禁地轻声哼了起来 喇 喇喇喇喇 远野高兴时 总是喜欢哼着等威尼斯之下的曲子 默默地听着修子 感到远野的手伸了过来 握住了他的手指 也许是葡萄酒加白兰地的缘故吧 人感到有些飘飘然的 修子也感到身体火一样的发烫 全身懒洋洋的真舒服 修子的公寓 在用和地铁车站 步行五分钟的地方 因为是女人 所以要夜里晚归 也不要紧的地方才好 因此他选定了这离车站近 又十分清静的地方 公寓是五层楼结构 进大门右手一转弯 就是一个小小的门厅 朝里便是电梯 乘上电梯到五楼下来 房间是靠左端的五零一式 修子先用钥匙开了门 进去打开灯 又转身为远也放好拖鞋 两室一厅的布局 进门便是一间十七平方大的 带厨房的起居厅 在里面有一间十平方的寝室 乱七八糟的 真不好意思啊 修子匆匆地将桌子上的书 信件什么的整理了一下 又去阳台上将晾干了的衣服收进来 远也自己不肯动手 但却十分爱干净 特别是对那些长毛绒小动物 什么的装饰品非常讨厌 曾经有一次从画报上看到 一位女演员的房间 装饰得太厉害 而对其大肆抨击 修子房间的格调 倒并不是为了迎合远也胃口 只是她自己就喜欢干净 房里只要有一点点的不干净 心里便会感到不自在 房间保持整洁的关键 是将多余的东西清除出去 这是远也的论调 但要做到这一点 还是非常困难的 本来修子不是那种执着的姑娘 但她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干脆利落的性格 也许正是她与那些喜欢用各种装饰品 点制自己的姑娘的不同之处吧 这里不管什么时候来 总是收拾得井井有条 使人心情会一下好起来 今晚 原野果然心情很好 一进屋便脱掉上衣 解开领带 修子马上为她准备了睡衣 这是一套米色的睡衣 修子特意为身材高大的原野买了XL尺寸的 穿在身上显得有些大 袖子长长的就像变戏法的魔术师 但是原野还是乖乖地换上了那套睡衣 要不要喝些什么 是呀 有什么醒酒的东西没有 那么 喝文旦汁吧 修子走到厨房里 取下手上的戒指 将它放入餐具柜上的一只水晶玻璃盒子里 哦 这原来是放戒指的呀 原野南南地回头 眺望着那个放入戒指的水晶玻璃盒子 这是专门放宝石的 放什么都可以 不过放进戒指不是更漂亮吗 修子的公司是进口水晶玻璃制品的公司 全是世界一流的名牌 所以可以想象这盒子一定是很贵的 公司进口的葡萄酒杯 一只都要卖到一万只三万 修子是公司职员 可以得到原价的六七只优惠 尽管如此 起先他还只买几只白蓝地酒杯什么的 直到最近才买了这个水晶的盒子 这盒子的用途不定 买来时先放些春树叶 紫阳花瓣什么的作为欣赏用 最近才开始放戒指 项链 这随意放进去的手势 在水晶特有的多棱面反射下 无论从哪个角度望去都更加光彩耀眼 这水晶盒只放一只珍珠戒指吗 放得少才显得出光彩来呢 我们公司今后送礼品时 用这盒子也不错呀 这盒子值得拥有 大量购买的话 还可以给你优惠 修子满脸推销员的神色 说着从冰箱里拿出文旦汁 倒进了杯子里 今晚那葡萄酒 满满两瓶是稍稍多了一些 我还认为 你能再帮我多喝掉一些呢 原野喝着文旦汁 修子去寝室换了身衣服 当修子换上他喜爱的 像雅瑟珍丝套装 回到起居室时 原野穿着那身魔术式的睡衣 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视 电视节目是夜新闻 文旦汁已经喝空了 再来一杯吗 修子问 原野却用手指着寝室 我 去躺一下可以吗 是葡萄酒喝多了 原野有些醉意 请吧 趁原野进屋去睡觉的空档 修子从信箱里取了两封信 看过信又将洗过的衣服 整齐地叠好 这时听到原野在呼唤 喂 喂 听他叫了两次 修子便走进寝室 只见原野一个大字地仰卧在床上 要睡便好好的睡 修子随手将床罩掀起 突然原野的手伸了过来 手放开呀 修子想将原野的手扳开 但身子却让原野一下拉了过去 坐在了床上 随即又身不由己地倒在了原野的胸口上 黄金粥不肯跟我去玩 要罚你一下 这本来是你的不是呀 原野不由分说地抱住了修子 口红要花掉的呀 一瞬间 原野的动作顿了一下 马上便一下子稳住了修子的嘴唇 感谢收听 请继续收听情人第一章短页的下集 起先还是慌里慌张地稳着修子的嘴唇 慢慢地当修子无法抵抗原野强行地乱吻时 他便很老练地趁机将舌头伸进了修子的嘴里 舌头在修子的嘴里柔软地旋转 修子的双唇也慢慢地叶开花式地开放了 不知不觉地修子的舌头也随着对方的节奏欢快地蠕动起来 这时原野才放下心来 感到火候已到 便一边继续柔柔地亲吻 一边腾出一只手去解修子胸前的钮扣 修子闭着眼睛 感到自己正在顺着原野的动作一步步滑向深渊 不愧是原野从来就是这样 绝不强求 而是用柔柔的情意将修子引向深渊 修子完全相信原野会使自己陶醉 与原野约会他话不多 但每次总能让修子像一具尸首式地任他剖割 从这巧妙的感受中 修子充分感觉到了原野那男人的魅力 过去一定接触过不少的女人 这些经验和自信 以及反映出来的技巧 现在却展示在自己的身上 说实话 修子有时为自己竟会适应于一个花花公子而反感 然而心灵深处又不得不承认 理解这个现实的自己 嗯 嗯 原野不断地爱抚和挑逗 使得修子的身体无比地柔和 浑身舒服地燃烧起来 修子一边感受着这种无从摆脱的快感 一边还是轻声地反抗着 不 不要吗 快感与反抗 修子犹豫地游离在两者之间 最后总是像吸毒者似的不能自已 于是便一下追进爱的世界里去了 据说一般男人回到家里 都不会对妻子有太多的激情 修子公司里的男同事们结婚几年后 也都说与妻子失去了初恋时的激情 现在纯粹是一起生活的同居人而已 与同居人产生激情 是不可能的吧 有些男人公开就这么说的 还有些男人更加肆无忌惮 可老婆吗 每星期来一次已经是不错的了 我就是一个月一次 还是看在夫妻的情分上的呢 这些话本来也许应该是在外出旅游 或朋友间喝酒开玩笑时说的 然而确实结婚后生活在一起 相互间的新鲜感与感情的交流 就慢慢地淡薄就慢慢地淡薄了 这当然不仅仅是做妻子的责任 做丈夫的也有一定的责任的 修子的朋友也向他凯叹 结婚才一年便感到丈夫的魅力消失了 那么缘也又怎样了呢 回到家里 仍然热烈地和妻子亲热吗 对此 修子是不太想关心的 而且也不想去打听这些事 记得有一次 缘也无意中露出一句 回到家里就是睡觉 这也许是他向修子表示 只有他才是唯一的爱人 但修子却并不想介入 他回到家里以后的事 缘也回到家里想与妻子好 尽管好就是 这样想当然不是件舒心的事 但修子知道 这是一个自己无权介入的事件 自己最好还是省些心思为好 缘也与妻子关系如何 每次见面从缘也的言谈举止中 还是感觉得出来的 缘也使修子称心的 也正是这一点 他有妻子 有两个孩子 然而与修子在一起时 绝对没有一点 父亲与丈夫的味道 对修子来说 他永远是恋人 是情人 除此以外的缘也与修子毫无关系 他也根本不想知道 大多数女性 一旦爱上男人 随着与她的关系日益加深 便会想知道她所有的一切 不管她与自己是否在一起 她的一举一动 都要搞个一清二楚 但是修子不是 她只要得到自己感到充实的爱 便心满意足了 她喜欢将这种感受 深深地埋在心里 事实上 今天晚上 她从缘也身上得到了爱 却是不是敷衍了事的玩弄 是真真实实地燃着激情 透着热烈甜味的爱 缘也醒来时 时间已过了两个小时 几点了 就像一座大山似的 缘也翻了个身 修子也从迷迷糊糊中 清醒了过来 将近一点了吧 修子将床头柜上的台灯打开 缘也慢慢地仰过身子 凝视着天花板 看着不声不响的缘也 修子碰碰他的脚 感觉得出 他是准备回家了 每星期一天 缘也是住修子这里的 这一天 他总会自言自语 今晚慢慢来吧 这一天 大都是星期五或是星期六 第二天是休息天 慢慢地修子也习惯了 只要他这么自言自语 便知道今晚是住在这里的 同时由缘也的一举一动 修子也能猜出他的心理 比如今晚他是想准备回家了 修子马上就感觉到了 缘也看来大大咧咧 可是有使人意想不到的细腻 随时随地他都很有分寸 注意不要伤了修子的心 修子对此非常感激 同时对他时时刻刻地小心翼翼 也感到有些压抑 要想回去就干脆说出来 修子对此 修子对此不会有什么不高兴的 把有妻儿的缘也紧紧地拽在自己身边 修子压根也没有这么想过 缘也还是默默地看天花板 修子忍不住轻声地问道 该起来了吧 缘也轻轻地伸了个懒腰 不知不觉已经这么晚了 看你睡得太香了 不忍心叫醒你呢 可是修子你也睡着了吧 迷迷糊糊睡了大约三分钟吧 他们相好开始时 缘也睡着了 修子总是睡不着的 现在习惯了 缘也一睡 他便像被感染似的 也跟着睡着了 起来吧 缘也说着 十分得体地轻轻抱了抱修子 爱你 轻柔的声音在修子耳边响起 修子睁着眼 却没有反应 缘也感到稍稍不安 又孽如起来 真想再睡下去呀 修子还是没有反应 眼前只感到男人的猴姐 在上下滚动 他说真想再睡下去 修子却知道 他是真想回去了 他自己也知道 必须要回去了 但又不好意思起来 穿了衣服就走 修子对缘也的这种犹豫 倒是并不讨厌 有人也许会说他 优柔寡断 说他没有男子汉气 但在修子看来 这正是缘也作为男子汉 善解人意的地方 好 起来吧 修子感到今晚 与缘也相处得很愉快 一年一度的生日 肯定他公司的同事 朋友 家里的妻儿都在等他 为他庆祝生日 然而他却置这些于不顾 把整个晚上都给了修子 紧这一点 修子就感到满意极了 缘也还躺着没动 修子掀起来 去几居是打开了电灯 刚才缘也喝文旦汁的杯子 还放在珠子上 修子将它洗干净放好 这时缘也也起来了 缘也已换上了自己的衬衣 裤子 但是头发蓬蓬散散的 领带也没戴上 一看便是刚刚睡醒的样子 来 把脸洗一洗 领带系好 修子将热水器打开 招呼着缘也 可缘也好像还是不好意思似的 怕修子生气 不用了 反正都半夜了 可是 万一路上碰上谁 也是说不准的呢 缘也这才无可奈何地 梳理了一下头发 系上了领带 要不要喝些什么 有没有冰的大麦茶 修子从冰箱里 拿出大麦茶倒了一杯 缘也一口气喝干了 真解渴 这下脑袋清醒多了 车子 要不要打电话 时间还早 出去到大路上 拦一辆吧 远也下定绝心事地站了起来 朝门口走去 随即又回过头来 明天 有什么安排 平平常常 去公司上班 缘也打电脑袋 缘也点点头 缘也点点头 又直指自己的胸口 明天开始 我一直在这个领带家 不要睡昏了头 弄丢了呀 保证不会 说话间 缘也在门口 穿上鞋 打开门时 又回过头来 又干嘛呢 修子扭着头 缘也有点难为情地笑了笑 轻轻地吻了吻 修子的额头说 我回了 终于放心似的 缘也打开房门 走到走廊上 又一次回身 向修子招手 晚安 修子微微地点点头 等到缘也关上门 便将房门下了锁 房间里就一个人了 修子将头发挽起 长长地渗了一个懒腰 好像一场大风暴 刚刚过去 周围终于平静了下来 修子围着浴巾 将浴缸放满热水 把身子埋进水里 继承了北路出生的 母亲的遗传 修子的皮肤雪白 年轻时真正白得不敢见人 曾经核实他多么憧憬 能有一身小麦色的皮肤 但是自从碰上圆眼后 他总是赞美修子的皮肤 总是说 这么白的皮肤 瞧一眼 我便会热血沸腾的 白皮肤好呀 还会变颜色的呢 这些男人眼光真是厉害 修子现在想起 还有些脸红 浴缸里 修子的皮肤 在热水中 得到充分的滋养 不可思议的是 每当与原野相爱时 修子的皮肤便会十分光柔 只是二十岁年龄才会有的现象 真是不可思议 修子 修子仔细地将身子洗好 又洗了一下头发 再一次将身子在热水中泡了一会儿 但全身感到发热了 踩起来去到静台边上 镜子里双眼角上的鱼尾纹 也是没有办法掩盖的 原野却总是说 稍稍有几条皱纹 反而显得成熟 这话不管他是安慰还是讨好 总之 修子听来是十分开心的 出了浴室 脸上涂上美容营养液 又吹干了头发 修子终于切切实实地感到 这一天将结束了 已是深夜两点了 再也不会有谁来打脚 现在完完全全是自己的时间了 修子坐在沙发里 舒舒服服地将双脚伸了开去 小时候学芭蕾舞的时候 右脚拇指的指甲受伤坏死了 从那时起 这只脚一直秀于贱人 现在一个人 可以自由自在了 修子感到有些口渴 便从冰箱里取出啤酒 又顺手将桌子上的半导体收音机 调到FENR 这节目是英语广播的音乐节目 对修子来说 既能练习英语 又能欣赏音乐 修子听着广播 重新将身子埋进了沙发里 与自己喜爱的人相处后 洗个澡 喝杯啤酒 听听音乐 这房间变成了天堂 是一个谁也不会来打搅的天堂 修子就喜欢在这种气氛下 悠然地享受人生 不管怎么爱着这个男人 也不想失去自己一个人时的亲近 自己又属于自己的时间 这是最重要的 一个女人 单身的女人 三十岁已过 已经形成自己的生活习惯 不管怎样要好的朋友 也不想让她来破坏自己的习惯 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 修子至今不想结婚 潜意识中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吧 喝干了一杯啤酒 又倒了一杯 与音乐声混在一起的电话铃声响了 电话筒的电线很长 所以修子不用起身 一伸手便将话筒抓过来 话筒里传来了原野的声音 现在刚到家 在自己书房里 原野使用的电话 是他书房里的专用线路电话 还没有睡吗 洗了个澡 现在喝啤酒呢 不想睡吗 夜太深了 原野的声音显得有些含糊 刚才不该睡的时候睡过了 现在反而睡不着了 那么 我陪你一起不睡吧 干嘛呢 你去睡好了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寂寞呀 突然原野的声音压得滴滴的 我爱你 突如其来的 修子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听见了 当然听见了 好像不相信我啊 沉默了一会儿 话筒里原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那好吧 睡觉了 晚安 修子放下话筒 似乎要淡忘刚才的谈话似的 将收音机音量又调高了一些 重新端起了盛满啤酒的杯子 感谢说听 请继续说听 情人 第二章 吕露 这一种 你有 过来 包括